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给我来一栋小包包 你是杭州来的吧 我四年大学都在杭州上的 就好这一口 我就是从杭州来的 你尝尝我们的口味 正宗不正宗 好的话 下次再来 好 赵小琴 我们这是做小本生意的 不是 少废话 再废话 让你连小本生意都没得做 快点 看什么看 你这干什么呀 这不明抢吗 你谁呀 连我的事你也敢管 不是说 小姑娘挺漂亮的呢 让哥看看你想怎么管 你管 我看你怎么管 管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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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见是吧 有意见给我憋回去 你谁呀你 我你都不认认 我说我说我 不认认我 你还敢出来混社会大哥 还人钱呢 还了 还有吗 没来 还有一张 回来 回来 站着 站着 回来 我扣记着 上面也记着 是是 年轻轻的找一个正经工作 好吧 你们三啊 找正经工作去啊 走吧 谢谢你了 有这事您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一事不如少一事 以前来过吗 要多少钱 几十块钱吧 回头我找他们 没事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师父 我的包子好了吗 谢谢 叔 我请你吃包子 谢谢你啊 吃完了 见用为啊是好事 但以后碰到这种事别愣上 打电话报警啊 干吗洋权啊 我才大学毕业 我们这才来洋权 在这儿来工作 大学生 洋权工作 在哪儿工作啊 孟巴黎 上那儿工作了吗 谁你介绍的 那个海山集团的江经理 他说那儿工资高 再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 用的是贷款 就想着赶紧给他还了 别上那点工作的啊 收时间 就算了吧 别别别别 叔 如果我遇到什么事 能找你吗 你能给我留个电话吗 我就谈一下笑 最好没事啊 给 谢谢叔 我 不 对 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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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王伟铭干的 我们是见过面 王伟铭以前在海山集团干过 你们也知道 他是出了名的烂毒鬼 他来找我就是为了借钱 我没有借给他 就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出事之后找你呢 警察同志 我和你们一样纳闷 可能他觉得我们马家和姚家是对手 他出了事情理所当然的 我会去保他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我怕贸然拒绝 他会失控 所以 我才带他去了密室 本来想安抚他一下 让他安静下来 然后劝他去自首 如果不是你们突然闯进来 刺激了他 我觉得场面应该不会那么难堪 江浩 我老是告诉你啊 王伟铭 醒了 你跑不了他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 坦白 从管 他醒了我很高兴 那毕竟是一条生命 我也可以理解 你们警方急于破案 想给大家一个交代 可是警察都知 你们这样摁着我的头 让我认罪 不会失望 不只说这就是你们的冠程手段 是吗 对 干爹 我觉得矿难这件事一定有误会 我相信 江浩在没有你的允许下 是不敢情侣妄动的 江浩他有没有脑法 文文现在在姚家手里 他这么做只会让文文陷入危险 他一万步说 就算是江浩干的 他的初衷也是为了救文文 干爹 你不是说过吗 再大的错误 只要是为了家人都可以被原谅的 更何况 江浩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救文文最重要 爸 这事不管是不是江浩干的 我们跟姚家已经结上梁子了 要我说 咱们现在就真刀真创地干 这事 想都不用想 指定是姚家那几个孙子干的 你也看得了 穆朗团那趾高气昂的嘴脸 当警察的时候就找咱们家麻烦 去了姚家 更是挡咱们财路 要我说就该拿法开刀 让咱们知道 绑架我妹妹的后果有多严重 闭嘴 小大 整个杨权的人都知道 你岳父马文山两只眼睛 一只眼睛装得满是黄金 是吧 另一只眼睛呢 装的都是他女儿马文文 他之所以能选你做他女婿 这说明他有多器重你 他有多信任你 当然了 文文也一定深爱着你 我们彼此相爱 能够遇到马文文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好 结婚当天 按理说呢 是一对新人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 对吧 对 还是马文呢 被人给绑架了 我能想象得出来你当时有多惊慌 你有多害怕 你怕 你会永远地失去的 对吗 是吗 我很怕 师兄 我会把她找回来的 我一定会把她找回来的 文文是个好姑娘 我第一次见到她才这么高 我是严瞅着她长大的 但是她也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 她做了很多的善事 如果她看到西山矿难 那些死伤的矿工 她一定会难过 她会哭 她会掉眼泪 她一定会非常恨这起矿难的 罪魁祸首 还有那些跟他们有瓜葛的人 我没有想到 没想到什么 我真的没有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任警官也是个糊涂的人 如果我是你们 我现在真分多秒地会去寻找 我论的下落 任警官 我论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不应该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你认识大彪子吗 你认识大彪子吗 我跟你们所有人再说一遍 无论是谁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再动姚家 爸 你最不知道 就是你的心慈手软 谁让姚家那几个祸 打了咱们当软事的你 有人为他外面绑架呢 小兔才他 行 我老了是吧 不服劫 行啊 我把这家里的位子让你来做 行吗 你接得住 谈得好吗 你接得住 谈得好吗 我警告你 离江浩远一点 我明白你的心思 告诉你 文文喜欢的东西 谁都不能碰 马大少 你要是为了文文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不用担心 你要是为了让我离你近一点 很可惜 刚才那个机会都没接住 所以嘛 我放着他 我接不住 我放着他 我接不住 还接不住你啊 诚哥 你不抽烟啊 那咱俩一样 我也不抽烟 来 整个这个 苦烟麻 老任啊 这烟抽得是越来越猛 一点都不爱惜自己身体 刚才陈锋说王伟明已经醒了 什么时候可以露口狗 那陈锋唬她呢 这人啊 反正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 但你问我她什么时候醒 我也不知道 那不过这王伟明啊 真够狠的啊 奔着那儿就撞过去 脑子都撞别了 那我们只能等着她被放出去了 不是 别会信 韩哥 老人说了 与犯罪作斗争 那是持久战 他肯定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韩哥 你可能刚到这儿 对这老人的办案方法不太适应 我刚来的时候我也不适应 但没办法 杨全适应 上次关于大彪子的资料 就是老人自己摸出来的 这一包啊 还红莓 把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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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去买 换得你毛病 凑凑得了 不凑忍着 我已经忍着没碰那姑娘了 你要是再不给我严筹 我一会儿风劲上来了 我控制不住 你可别怪我 你早晚自己把自己作死 自己睁大狗眼看看 啊 看看 跟你说过多少回答 办大事让你忍着点 别弄那女的 现在好了 疼齐灵 老舅 这是不是他故意坑咱们的 你弄女的事他又不知道 早上我就不替你瞒着 我跟你说啊 要是因为这事坏了买卖 这也 以后也甭想抽 老舅 那 杨老三那边怎么说啊 他还想用原来的价格 打发咱们 想得没 这两天他想约我面聊 明天我去会复他 看谁能好得握谁 这杨老三 要是不肯出血的话 咱们就直接找马文珊要钱去 马文珊的钱 给你 你敢要啊 那有什么不敢要的 是钱我就敢要啊 我有一哥们 前几年得罪了马文珊 跑路了 跑了两年多 结果呀 还是被他拿了 这老东西啊 就在他那个豪华大厨房里 折磨了他一个多月 在上的眼睛 全身上下都烂了 真的 没想到这老爷子 还这么变态呢 这事 你知道吗 我说 马小姐 你也别怪我们 马文珊呢 看似好像 人模狗样的 其实把那层人皮扒了之后啊 那里比我们做这些 人命买卖的更糟 你呢 也知道 善恶有报吧 那你投胎做了他闺女 你就全当是替你老爸赎罪了 来 熟岁吧 来 熟岁吧 师傅 厨长 一块去 方岁 春开椅 你笑什么 哎呀 我笑老任啊 老任是最怕你这种 一本正经 严肃认真的吊吊了 有你在他身边晃悠 够他喝一壶的 以前我还是刑警队的 请你吃点东西 不用这么客气吧 既然脱掉警服 就不是刑警队 我们没什么关系 行 我cond神 这身警服洋致得久一点 就要把自己的身体搞 Intelligence 老任是个好检察 你能够学到很多 我 rivers 你去回家吗 你去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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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 那边 我来 要我来 你来 还iek 你公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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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没件事 以后再说 那 那今天晚上了 什么今天呢 卫庄雷 卫庄雷 你能主动警役我 我挺高兴的 但是那小子我已经探过了 那是个硬手 师傅 你了解我 这是最对我的胃口 好 走 咱俩换一地儿了 好 谁啊 韩哥 怎么了 你要的东西给你买来了 新款啊 但号码还是原来那个号码 谢谢啊 没事 别管我客气 但不过这黑车司机啊 的确是挺嚣张 但我有小道消息 说最近相关部门要整顿他们 所以 这也算是给你们出口恶气了 我倒没什么 主要是那些出租车司机啊 他们肯定没耍爱欺负 还有那些乘客 肯定经常被骗 你说得对 但这黑车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我们整顿他一次 他就消失几天 整顿一次消失几天 不整顿 马上就出来 我不给你臭品了啊 人老任今天难得 说给我值班 我回去看我爸妈演 等等 老任替你值班 对啊 他主动说呢 说让我们值班这些兄弟们 都先回去 他自己一个人 让我们放心 别人都回去了 那他单独沈江浩啊 对啊 我先出没呢 老任 这什么意思 他在这儿干什么 我知道他以前是行情 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他出现在这儿 就是完全违反规定 你要搞什么 姚家开好条件了 那这又怎么回事 要不这样 姚家开出什么条件 我们翻一倍 有得谈 怎么样 你一样 你我走 我去哪儿 家庭 去哪儿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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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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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那你总得表示点诚意吧 先怎么着 你怎么出来了 我问你 那个木狼头已经不是警察了 为什么还能进审讯室 这事不用你负责 这不是谁负责不负责的问题 按照规定与案件无关的人 不可以接触嫌疑人 无关 这审讯室里边 他比你熟 知道他为什么叫木狼头吗 审讯室他要说第二的话 没人敢说第一 但凡进来的人嘴再硬 他也能给撬开 所以他叫木狼头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警察 我跟台局说了 他今天来 作为重要的证人指证江浩 民事手续我再补 在减着 网络岁 狼头呢 出去了 狼头 狼头 你怎么啦 冷藏啊 快救人 快救人 冷藏啊 你怎么啥 这一 마지막子 你怎么好 你呢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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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来 快来 你来 你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应该你们给我一个交代吧 你们不用再问了 有证据就告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肯定是马家人干的 那江浩在审讯室那副嘴脸 你们都看见了 我真想过去给他两圈 这就给他放了 想想有生气 王伟明现在的情况 恐怕一时半会是醒不了了 木狼头的死有监控录像拍到 这种民事自杀 立案都立不了 你不是说了 对方律师还威胁 要保留追究我们责任的权利呢 现在这种情况 只能放任 这回老任啊 就怕真遇到麻烦了 这弄不好 上面都得派调查组下来 你说之前 熊队抬局 就没少因为老任的事被投诉 也有意希望老任早点退休 你 现在又遇到这事 任警官不该让穆朗头经问行事 再加上之前 误杀重要嫌犯 导致古小道案线索中断 你什么意思啊 这轮到你指三道四吗 不是 熊队 你别去 看我师父倒霉 你是不是挺开心啊 没事 没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激动 但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是吧 那我也说个事实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原来你在市局 就坑同事 所以才被赶到这个地方来的 凤哥 我懒得见你老底 你还嘚瑟着 你 你 你 麻烦什么呢 我上哪知道呀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神人物尽的气场 所有人见了他都绕着走 我也不敢往前走啊 你说 我上午都说的事是真的吗 我怎么看懂事的 就这么爱打听 咱这地儿你不了解 那听风就是你 那卷宗上写的 跟传的八卦完全就是两码回事 温哥说那事啊 我偷偷看卷宗啊 如果说在警局里 维护法律 算是坑队友的话 那韩哥的确是坑了 我说怎么来咱阳全了呢 秀才又倒闭 难了 还知道人人是秀才吗 以后你重一点 皮儿薄 幼稚 小云 正好 麻烦你帮我把这份报告交给兄队 韩哥 峰哥他却那不好脾气 没什么坏心眼 你别往心里去啊 对对对 哥 这次算了吧 吓死他 你们在想什么呢 这份报告是关于对立网络升级改造的建议书 办公室的网太慢 太卡了 没法充分利用网络工作 还有 这个里边是电脑的升级程序 我刚才在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 再把办公室其他电脑升级一下 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问我 我很好 这一上午就忙这事了啊 嗯 哪里 你知道老任在哪儿吗 这有人 我来 人在你这儿 他落在小麦布 你捡他的 是 但是 没来得及还给他 我以为这小子 早就把他扔了 这是他离开警队的时候 我送给他的 当时软磨硬泡的 没让我给他买了 一个最贵的 说是要用一辈子 可是才四年多 那天 我看到你们在向泽里吵架了 想知道我们在吵什么 我之所以给他买这个钱包 就是想告诉他 有些钱能往里边放 有些钱不能往里边放 那他 有问题 他没问题 那天 我又想跟他唠叨这些事 他就顶了我两句 我还就给了他几下 如果我顺着那个情绪 再多问几句 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他也就不会死 木狼头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到时候我会跟调查组说清楚 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 我觉得 他们至少不会扒掉你的金服 我想了一整个上午 你不觉得木狼头的死很蹊跷吗 我感觉 这个向好肯定知道些什么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干吗 你可以动他吗 我告诉你 像这种人 我敢保证 别说是在跟你十二个小时 就是在跟你十二天 他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因为他们这种人啊 腰杆很硬 那到底凭什么这样 为什么呀 因为有金子给他们撑腰 想动他们 你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得把他上上下下的 所有的关系都掐死 要不然 就不要情绪王子 还有啊 木狼头的审讯事宜的事 我会全权负责的 那跟你没关系 这事我不同意 杨权现在要出大事 把蚊子被绑架的事 只是点了雷管的萤火线 木狼头的死也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啊 你啊 最好是听兄弟的权 坐在办公室里 待过两年 等挂置一结束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刑侦一线 比你想象的中间血刑残忍 知道这些我都知道 我还知道 你 熊队 陈锋 二来 警队里的每一个人 都觉得我是来挂职杜金 可是我不是 自打我到杨权刑警队的第一天 我就觉得 我自己已经是杨权刑警队的一员了 我不怕吃苦 我一定要 亲手 抓住顾小桃 喂 彪教 顾小桃 你彪教在我手里边 拿马文文来换 你是谁啊 你别动我 救我啊 在车上 拦住他 拦住他 丑教 什么意思 我们就住 不是老爷爷 救你呢 别跑 带住 再扯进 大小姐 站住 快追又我没事 别跑 站住 我靠大小姐 他们可是来救你的 你居然是 什么情况 你哭什么呀 老公 我靠 我靠 我老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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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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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中华 他与三教九流混淆边界的行为 我实在无法认同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最后终将会被深渊所吞噬 音乐 当阳光钻进裂缝身处于黑暗周旋 当野兽跟着猎物又走在深恶边缘 当你扛着裂缝寻找地平线 把背影拉得右手右肠抱在身后面 当熊熊火焰终于融化真相的冰雪 当历历往事斑驳褪色飘散如云烟 当你展开笑颜 我回到寸前 闻到我们被一场热血包裹的瞬间 当理想在飘扬 至不可当 明写的漫画 万物都有了重生的力量 当地上在飘扬 去滚烫的远方 一句雨的茶香 从此歌唱着 英雄的乐章 当阳光钻进裂缝 深处于黑暗周旋 当野兽跟着猎物 又走在山河边缘 当你扛着裂缝 寻找地平线 把背影拉得又手又长 抛在身后面